体肤而为百世诗 一言而为天下法 北宋元又七年 苏氏持笔写下了朝周韩文宫料碑 这位东坡先生在碑中盛赞韩玉 闻起八代之衰 而道计天下之逆 作为唐宋八大家之首 韩玉被历史赋予了特定的时代任务 历史选择了韩玉 韩玉也并未辜负历史的选择 当我们的目光投向天下大乱的东汉末年 道德的天庭已经倾斜 两汉四百年的经学传统 未能挽救儒学破旧不堪的大厦 历史的棋局继续向下推进 曹丕窜夺了汉朝的正统 司马延又颠覆了曹魏的江山 黄泉从高不可攀的神坛正式跌落 黑暗的时代里也曾透出一丝光亮 将死之时的姬康面对刽子手的屠刀 坦然奏响了鸣动天下的广陵伞 曲终人散成为历史的绝响 二软和刘玲用醉酒逃避现实的黑暗 王荣则以黑色幽默的姿态投身于污泥 思想的火苗再度暗淡 崛起于两汉的门阀豪强们 趁机攫取了巨大的权力 这些人以深奥难言的玄学作为文化资本 一道无法跨越的壁垒将平民拦在门外 历史的坐标来到了南北朝时代 北方的神州已然露晨 外来僧人们察觉了百姓朝不保夕的社会现实 他们声称只需赞叹和供养便可修行至彼岸 这场运动从民间影响到朝堂 皇帝也加入了棋局 南朝484 多少楼台 烟雨中 梁武帝消炎 这个南梁在位时间最长的帝王 在秦政半生后也顿入了空门 玄学和佛教极大繁荣的同时 知识阶层的儒学信仰也在崩塌 历史的车轮继续向前 随朝昙花一现 为后世世子打通了近身之街 科举制 自此将影响中国上千年的政治格局 圣唐 一个空前繁荣然后迅速坠入深渊的历史轴点 天宝年间随着张九龄的霸象 唐玄宗选择了李林甫和杨国中掌舵他的大唐帝国 李林甫他恐怕并非一个好的掌舵人 他极闲度能的本性让知识阶层集体陷入困顿 安史之乱爆发后 闪耀一时的圣唐光辉突然暗淡 文化复兴的时代任务 等待着一个人的出现 历史最终选择了韩玉 这个饱经苦难的韩文工 他将用儒家道德和古文传统 重塑中国人的精神世界 这个少年用文字大声呐喊 他认为消极逃避不应占据精神的全部 家国情怀必须要成为思想的主流 韩玉用自己的一生 为中国思想界点燃了复兴的火把 他告诉我们 即使是平民也有读书的权利 他呼应了时代的召唤 达泽兼济天下成为了中国人的追求 在他的身后是无数人人知识的前仆后继 千年岁月已经成为了过去 但文字的精神内核将永存于世